哈囉 大家好 快回到手工的ROBOT廁所塔房 我們今天禮拜六也要來繼續單位對決啦 哎呀 終於啊 作者把萬聖節更新到伺服器了 所以我們終於可以玩到這邊的角色了 欸 這個椅子喔 大家一定很好奇它的強度到哪裡 還有我們的殭屍 這個攝影師人 應該什麼 殭屍宇宙裡面出現的有沒有 然後我們今天呢 的這個單位對決呢 我們想要來一個2打2喔 當然這個2打2 我覺得其實講好聽點其實是2打2 但其實應該是2打1啦 對 我們決定了今天呢 要讓我們的這個課金單位 兩隻都是RB單位 都是399R有沒有 然後跟它兩個合作喔 既然都是作者出的這個 這種課金單位喔 RB單位 想必應該有一定的強度吧 那它要對上誰呢 但是對上我們這一次這個南瓜 就我們的萬聖傑最強的巫師啊 巫師的攻擊力有11萬啊 然後它還可以緩速 然後它的這個攻擊範圍是50%啊 那兩邊呢都會帶一個這個DJ電視啊 大家想說奇怪小光那你怎麼沒有帶緩速角色 因為我們的椅子跟我們的這個巫師都是緩速的角色啊 你看我們的椅子它是50%緩速 它也是50%緩速 然後我們椅子這邊的比較吃虧一點喔 它沒有任何AOE 但是我們再加一下這個獨家的角色喔 所以我們就要來看看這兩邊的單位打在一起 到底誰會獲勝喔 這個無人修理機 看能不能帶了無人修理機之後 有一些變化 那我們今天的對決呢 我們就25對25吧 欸不包括 不包括DJ電視 好不好不包括DJ電視 我們這邊總共一個人只能放25隻喔 好啦這邊也只能放25隻 揚聲無人修理機大概只能放1隻啊 所以我們的這個巫師大概24隻 24隻好像有點多對不對 你看我們這個是我們 我們的Chair有12萬的攻擊 雖然沒有AOE傷害 它的是閃光應該是噴箭傷害喔 11萬喔 再加上這邊還有195萬的血量 到底誰會獲勝 你們在下方留言 你們覺得椅子呢 也有辦法 用這個單體傷害加我們的這個殭屍 蓋過我們的巫師的這個噴箭傷害嗎 如果可以的話 在下方留言 你們覺得到底誰會獲勝喔 今天只要有猜的話呢 我們這個觀看數有達到8888 我們就送出 影片最後會送出一些禮物 那我就會發現 最近大家都那個戰術啊 可能有點偏少 不然這樣啊 我們戰術只要達到450個喜歡喔 這個戰術又另外額外送東西好不好 就是如果有解鎖觀看數 我們送一波 然後如果有解鎖喜歡數 兩個都有解鎖的話 我們就是送全部 再送更好的東西這樣 所以請大家多多按下您的讚喔 好啦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進入測試囉 Let's go 來首先呢我們先由我們的椅子 來進行攻擊啊 我來看一下 喔喔喔喔喔喔 椅子好帥喔 讓我看看椅子它的攻擊力 一開始放下來就有4000的傷害了 而且它的攻擊速度是1秒鐘喔 然後放下來是600加800一次 加完之後就變1萬了 哇賽 現在只要升一點點就可以到1萬的攻擊 然後廁所的速度本來就是放慢50 超扯 然後再加4000塊 OK 然後變得 喔喔喔喔速度好快 然後這邊是怎樣 3萬 直接加3萬 3萬再加3萬 6000加3萬變6萬 6萬1萬2再加 喔這變12萬變滿級喔 大概 一隻 升級下來 喔而且它Heboss很小欸 椅子好扯喔 到底為什麼會有椅子這種單位啊 呵呵呵呵呵 好高貴的椅子喔 而且它有雷射有沒有 那我們看一下 600加800應該是1400吧 對1400 1400再加4000 那不是5400 5400 5400 5400再加這個 1萬1千4喔 1萬1千4 2萬3千4 2萬2萬多 就可以升滿一隻了欸 哇賽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 這個殭屍 好我們把我們的 張筆 張筆放出來 一開始可以召喚出 1萬5 喔一次召喚5隻 而且它是會溜 溜冰欸 他們殭屍是用溜冰溜過來的 然後它人的攻擊力是1200喔 然後升上來 血量就會增加 喔再升 再升 喔 哇 那它總共可以放幾隻啊 我看看 OK 兩隻 三隻 三隻 最多只能放三隻啊 然後一隻放下來是400塊 400塊這樣是2000塊 兩千 兩千 兩千加八千 一萬 兩萬 兩萬 兩萬再加兩萬五 四萬五千 升滿一個 但是它的血量是 十九萬五千啊 欸不是欸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一 十 一百九十萬啊 一隻 一隻殭屍一百九十萬的血啊 好扯喔 而且 殭屍召喚的速度有夠多的 有夠快的 一次召喚 喔它不是全部都是一百九十萬 它是召喚一波 全部加起來是一百九十萬 但也是很強啊 OK 那我們這邊 放個DJ電視看能不能幫他們 減緩速度喔 放這個位置 好不好 來把你們這樣子放開 有沒有看一下 有 冷卻時間 它從三十秒 喔 冷卻時間變到 變到二十二秒 欸 欸 哇 不是嗎 這是 它這邊是寫 三十秒到十秒之間 反正就是差不多啦 二十二秒 平均二十二秒 就可以召喚了 然後現在已經十三波了 有夠強啊 這三九九R 買下去 肯定變成無敵啊 這椅子 這椅子有夠兇的啊 我們看看 放完之後 可以直接開始跳過了 有沒有 OK 喔喔喔喔喔 四隻椅子 它椅子一個 攻擊的 喔喔喔喔 怎麼很像 被我們 已經被削弱的 黃金未來時鐘人 哇它射成八十欸 是一隻可以單體傷害的 黃金未來時鐘人 但沒有暴擊 十二萬的攻擊欸 十二萬再加這個 就十八萬欸 好扯喔 我們現在 把所有椅子全部放上去喔 哇塞 一個椅子只要兩萬多塊 只要兩萬多 這遲早也要削弱的吧 太強啦 太強勢了吧 而且這椅子 這樣飛很難 很難點 兄弟 你這樣我很難點啊兄弟 有了有了有了 哇塞 我怎麼覺得 椅子很難輸啊 椅子的射程太遠了吧 巫師感覺 有點危險啊 但巫師 好像聽說是一個高 高花費 但是其實也很強的角色 他們攻擊差了 大概 五千 他變成十五萬了 然後0.75秒打一下 哇他現在速度變超快 哇塞 我們椅子 椅子有夠兇 那我們這邊召喚了三隻嘛 然後這一隻我們不能算進去 所以我們就是要召喚二十二隻 二十二隻的椅子喔 總共我們要放出 二十 一二三十二二二十 我們要放二十六隻吧 對應該是放二十六隻 好我們現在開始狂放啊 狂放猛放 好像覺得 自動跳過可以打開耶 太兇殘了吧 從來沒看過這麼兇殘的椅子啊 沒有想到一個椅子 也可以打出這樣可怕的傷害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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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椅子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護甲子耶 所以等一下該不會就是 椅子地獄了吧 因為椅子沒有護甲子的話 他待會呢 要遇到的敵人 都是會暈人的敵人喔 不過椅子的傷害範圍 有夠高 八十根本就是 黃金未來時鐘人啊 難道椅子是拿來 取代 黃金未來時鐘人的存在嗎 各位你們覺得 椅子有辦法 取代掉黃金未來時鐘人嗎 反正都是單體傷害嘛 那你說 你說黃金未來時鐘人 他還是可以打出 全體 那也是在一些 特定的狀況下 才能勉強打出全體啊 哇你看 八十幾乎是全 涵蓋全地圖啊 好扯啊 好看啊 一二三 OK 我們現在就 繼續放 好放滿二十六 就可以 就可以開始 就是直接 看他能打到第幾波了 好 這邊二十一 二十二 OK 再來二十三 我有些只能放到後面啦 因為 他這邊照不到 二十三 三 OK 椅子 椅子還不 沒有回來我還真不知道 我擺了幾隻 二十四 好 這二十五 哇賽 三十六波咧 最後一隻 二十六 好我們一隻 我們一隻DJ電視就夠了 其他二十五隻呢 就是放三隻殭屍啊 然後其他全部放椅子 哇賽 現在三十八波 摔有夠快啊 那各位 我們現在也不用加速啊 我跟你講 我們有一個方法可以加速 我們直接把它調到五倍數 有沒有 對 對 有沒有 這速度夠快了吧 45波 46波 47波 喔 50波 喔 速度有點太快 先 喬回兩倍數 喔 速度太快他們還打不贏啊 欸 等一下 怎麼好像 有點危險 我先關掉自動跳過 呃 我們改成一倍數好了 改成一倍數 OKOK 改成一倍數 然後我們把自動跳過給關了 兩百隻了 完了 一個不小心 手太 手太滑 滑太多隻出來了 看我們的 看我們的椅子有沒有辦法解決掉這一波啊 這一波公司一定得解決掉啊 兩百波 它能消耗得完嗎 完了完了 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吧 我們這些 這些殭屍也會攻擊啊 殭屍的攻擊也是很強的啊 砍它 哇哇哇哇 兩百隻 一百九十八 加油 加油椅子 椅子抱歉啊 不小心讓你吃太多招啊 這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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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太快了 跳太快了 還行吧 五十七波可以吧 頂得住嗎 請你頂住 請頂住拜託 我下次不會對你這麼粗暴 呵呵呵 一百四四 可以可以可以 加油加油 椅子 椅子在暈了 完蛋了椅子在暈了 椅子暈了 不要啊椅子不要暈啊 椅子不能暈啊 誰都可以暈椅子不能暈啊 哇哇哇哇哇 一百二十六了 你快成功了 最後一里路啊 加油 他們不多 哇哇哇哇哇哇 怎麼會這樣 不會吧 椅子有有有 椅子醒了 椅子醒過來了 醒過來就好 加油椅子 椅子撐住 就是這條最後防護線 一定要撐住啊 有有有有有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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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牌子都跳過是可以打得掉的 喔喔喔喔 消化 消化 消一下 消一下 哇 突然出兩百多隻 任誰都不好打 可以可以可以 喔喔喔喔 我們的椅子好夠強欸 竟然擋住兩百多隻啊 好像行了行了 好像穩了 我們這個時候開兩倍數應該就沒問題了 OKOK 喔喔喔喔喔 消化掉了 哇 兄弟 你好強啊 可以可以可以 他吃掉了 喔喔喔這兩個組合 我們只要花400 欸400R 400R 大概800R 然後再送你回 送你回兩個 大概7 9 8R啦 你就可以獲得一個12萬 跟鬼一樣的椅子 然後再獲得一隻這個 殭屍啊 190萬的殭屍啊 這攻擊力有夠扯的 你看這隻就有20 百千萬 應該應該是有個100萬吧 然後這邊就有40萬 那180萬 大概吧 對 我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他的算法是怎麼樣 不過我現在目前看起來是什麼 沒什麼問題啊 這時候如果開5倍數 然後我們不要關掉自動跳過 我們不要開自動跳過就好 讓他們自己跳這樣喔 然後我們自己手動跳 喔這樣就好像速度就快很多了喔 喔我們就不用這邊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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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對不對我們就可以直接 看他直接快速打 5倍速的速度 看他這樣打好像可以 跳一波喔 喔喔喔喔 OK 調五倍速速度快得要命啊 但其實真正的速度不是這樣子啊 是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可以調五倍速 我們可以一次丟多波一點啊 對對對你看像這樣子他們垂得掉我就丟 垂得掉我就丟 啊剛剛如果開了自動跳過 一瞬間就刷太多了 我們用手動去控制 這五倍速打起來好舒服喔 都是殘影 等等等等等等等 67 68 我們只要控制在30隻以內好不好 只要這個單位超過30隻以上 我們就不要再自動跳過了 現在23 25 26 喔有點微喔 好像有點打不進去喔有點快喔 他們不是有緩速嗎 怎麼感覺緩速好像沒有很緩 哇哇哇哇哇 而且我發現椅子有個大缺點 他只要遇到緩 就是遇到暈 他會直接暈爛 喔喔 快到已經椅子完全離開了這個位置 全暈完了完了完了 椅子最怕的就是暈啊 不過因為我們挑五倍速 所以他暈很快就馬上好了 噔噔噔噔噔噔噔 這是泳村是不是 泳村犬大當當當 來72波 噢噔噔噔噔噔 可以跳 73波 剛剛出現了一隻小火雞啊 一掃 全部的椅子都直接睡著 74 75 好快好快 75有點難打 有點難打 行嗎行嗎 哇哇哇哇 75這麼多隻啊 剛剛看到那個欸 就是我們的那種故障廁所 可以可以可以 加速的極限 5倍就已經很夠了 77 都是小的廁所 78 那我們現在這邊 廁所 夠啦夠啦 垂死垂死 80啦 好好80要修一下 80波會有一個 可怕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小火雞 還有我們的 我們的骨架王 那好像也不是王 我們的小骨架 喔喔喔喔 衝好快喔 吹了10吧 可以嗎 喔喔喔喔 好扯喔 100多萬 噹噹噹噹噹噹噹 大家有看過這麼快的 爬王嗎 呵呵 5倍速 啾啾啾啾啾 欸如果我們今天這個 這個速度是1倍速的話 我們已經打了35分鐘 36分鐘了 但是我們實際上 因為我們開了5倍速 所以我們沒有打這麼久 呵呵呵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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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加速看看好了 我們加速 呵呵呵 我們到100波見吧各位 應該可以到100波吧 來各位來到100波啦 唉唷 這個垂的有夠臭啊 誇張的我現在是開5倍速啊 慢慢慢慢的切慢慢的切啊 這 這一隻的傷害 太誇張啦 只能說你現在只要買一個 這個 僵尸在家已經 保送100光啊 真的是 真的是保送100光 所以你現在有花Rb 基本上就是保送 這傷害雖然沒有暴擊 但是也是 恐怖到誇張啊 但他缺點就是 他很容易暈 他基本上是絕對會暈的角色 對 我們應該要把這支無人修理機給他才對 不過因為我們想說 啊 他都二打一了 不公平 應該讓女巫要有個無人修理機啊 唉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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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波 捶起來好像有點痛 欸有點吃力囉 好 開跳 102波 我們現在不能馬上就跳過了 好 要慢慢的看一下狀況 再跳 好 再跳一下 這樣子 欸 有沒有 103波 這要好好控制一下 手動控制 可以可以可以 這樣捶起來應該是可以 再給你一波 104波 這捶起來就有點吃力囉 兄弟你看起來好像就有點不行喔 唉呦唉呦 我們這個減免加上我們這個血量去撞好像差很 就有差啊 這殭屍真的有厲害 195萬的血 195萬的血再加上我們每一隻都12萬 大概高達20 這個算起來應該是23隻吧 23隻在打他 23隻在打的感覺 喔 22隻啊 哇哇 這個什麼情況 欸 直接掠過欸 哇哇哇這個減免 他減免傷害有夠強 104 喔喔喔喔喔 喔 104波 有點危險 垂得掉嗎 垂得掉嗎 哇哇哇哇 有夠快 等等等等 我們改回一倍 一倍速 好 就算改回一倍速也來不及了 耶 102波喔 基本上好像沒改也是一樣 這個結局是一樣的 好 我們這個椅子加殭屍 總共打了102波喔 是真的很厲害 已經 贏過我們現在削弱過後的黃金回來時鐘人了 大概有他的實力了 好啦 接下來來看看我們的女巫 到底是什麼樣的表現吧 Let's go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女巫啦 女巫看一下他的Heatbox 一開始召喚出來要5000塊啊 超 相當貴的價格 然後女巫召喚出來的時候是 這個7000的傷害 然後射程只有30喔 然後冷卻時間一趴 他升級2萬的時候 射手速度可以放慢到90喔 啊 減90 是這樣子嗎 然後 哇 等一下 他3級就升滿了 他是 5千 2萬 7萬5 然後總共花了10萬塊 所以你要召喚一隻 所以你要召喚一隻 女巫你要花很多很多的錢去農他 農起來大概是 六十 射程50%啊 射程50%的這個 這個 這個距離 那我們 我們幫他 好好的放一下吧 來 這邊我給他這個 速度調到2倍 然後我們讓 我們讓我們的女巫 喔 女巫的Heatbox也很小 然後一隻10萬 一隻10萬 一隻10萬有夠貴 一隻10萬 然後兩隻 兩隻就20萬 所以我們要召喚25隻的話 就是25萬 不過我們現在的這個Paper 泰坦Paper 其實應該是有辦法辦到的 可能會覺得說 啊 這麼貴怎麼可能啊 怎麼可能辦得到 其實是可以的喔 因為我們的泰坦 現在每30秒 就給大概7千塊吧 然後我們 我們如果每一波 有放神話千塔之類的 就可能 可以打出更高的傷害 欸但 就是每一波可以拿到更多的錢啊 收錯傷害 好 這樣子升上來 喔這 這個錢花的有夠 有夠多的 然後我們看看 我們現在只聽到 玻璃破掉的聲音 但其實我們 搞不好開 它是有一個 喔 它會丟一個 像是藥瓶的東西欸 那藥瓶有顏色 該不會那是暴擊吧 它有 有的是丟 藍色有的是丟 綠色 是不是效果不一樣啊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各位你們知道 他們的藍色藥水跟 綠色藥水 差在哪裡嗎 難道說真的是 差在這個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暴擊傷害啊 或者是什麼範圍傷害之類的嗎 好我們先把他們這邊升起來 13隻 我們放一隻 這個 好 無人修理機 無人修理機 怎麼可能修這麼遠啊 真假的啊 步行速度 喔它是步行速度 OKOK它可以步行到這麼遠的地方 然後我們現在好好篩一下 我們總共要篩25隻 對吧25隻 然後25隻 因為我們加了一張 DJ電視 所以我們是26隻啊 OK啊不包括這一隻啊 這一隻加進去他們 總共有24個 24個女巫啊 24個女巫參戰 我們看看 這些女巫 喔女巫的Hebas超小 這是一個很好很好的 很好很好的東西耶 就是Hebas小又攻擊又高 然後他還有飛劍傷害 我們是不是可以開自動跳過啊 讓他先打一下 前期應該是不用 不玩自動跳過啊 好我們讓他到這裡來 對 讓他在這邊位置打 可是他這樣子就打不到後面的 這邊再放一隻 好 那我們這邊 我女巫排整排 看起來像極了之前 我們在玩那種 傳奇角色的PK的感覺 好 22隻了 我們再放個 4隻 就完美了 我們不要放這邊好了 他這邊是會打到這個地方來 我們放這個位置好了 至少他可以 擊中的位置到這個位置來 50的範圍是有點偏小啊 喔 這邊還可以塞耶 太強了吧 不過他們就吃不到我這個 無人修理機的修理啦 有幾隻是吃不到的 既然是這樣 這邊也可以塞吧 哇 這邊也可以塞 好好好 太好了 他們好像突然 突然丟得很勤奮喔 看來是 遇到 遇到 傷害比較高的 這血量比較高的角色 有了有了 好 那我們現在 28波嘛 我們直接調到5倍數來看看 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喔還有紅色的藥水耶 他該不會就是 該不會黃金未來時鐘人 他把他 把他 就是 砍 砍落之後 就是為了要推我們這隻 女巫吧 你看 女巫丟起來 他的緩速效果 比椅子還要 還要明顯 而且你看 他丟出來的飛劍傷害 天啊 55波 完全 你看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椅子 在5倍數 56 56 61波的時候是 我們是必須要關掉自動跳過 但是 我們女巫打到60波了 70波 71波了 還不用跳耶 還不用關自動跳過耶 還不用關自動跳過耶 好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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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扯了 兄弟 太扯了 這飛劍傷害有多強啊 他飛劍 他飛劍的射程到底是多少 是這個 90波了 我 全程跳過 94波 95波 而且還是5倍數 他們還有延續傷害 中了 你看他們身上還有 會有那個 喔 107波 該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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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109波了 109 他們還壓在這邊 壓到109波耶 等一下 女巫有夠強啊 女巫太強了吧 女巫她能 她能 抵擋的掉這邊嗎 好像不行 好像不行 好像我剛剛開太多波了 可是 不管怎麼樣 這一看就知道了吧 我們 女巫還沒有用全力打 欸等一下 這邊只能寫19 18波 好我們再重測一次 各位 開一些好了 反正我們有噴尖傷害嘛 喔 你看這扣血的速度 呵呵 開了5倍速之後 速度有夠快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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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欸欸欸 這幾隻有點麻煩 120波了耶 各位 你有想過嗎 女巫竟然打到120波耶 喔喔喔喔喔 被罩了被罩了 沒關係沒關係 只要能把這邊打掉就行 有喔喔 25隻就要破紀錄了 哇 我們之前放100隻都沒有 不一定能打到這裡了 有喔喔 它把這邊消化掉了 再來是消化火雞 喔火雞這120波的比較麻煩 欸消化掉了 欸欸欸欸 欸 故障廁所 直接吃這個緩速吃到 喔 這緩有夠多的啊 你跟我說這只有緩50%嗎 我覺得 這個緩速 因為我們丟的是 喔這隻跑好快 丟到了丟到了丟到 你看它開始緩了有沒有 我們開5倍速 這個感覺特別明顯 好我們現在都不能 不能 開到那個 自動跳過 因為現在的這個 南瓜每一隻都兩億啊 兩億起跳 哇這速度控好快喔 喔 喔 有有有 欸它停住了 這隻這隻比較麻煩 過了50 這個50的下 這什麼 範圍我們就沒了 喔 還可以122波欸 太扯了 兄弟們 這有沒有夠扯 我覺得有夠扯啊 好再跳一波 來讓你們122跟123一起啊 來來你們這些小蜘蛛們 過來還是照樣要吃我們的這個傷害啊 哇兩億一千萬 不會吧 感覺我們這個女巫 配一些 配一些功能角 會變超強欸 好例如什麼 黃金極限時鐘啊 然後放一隻極限時鐘啊 那個暫停30秒 有沒有 那再放一隻 黃金未來時鐘人 黃金未來時鐘不一定要放了 但是他的20秒 感覺好像蠻不錯的 等一下我們可以暫停時間 有沒有 這個傷害有夠扯 有夠扯 你看 124波欸 哇賽 我願稱你目前為最強啊 難道 你就是我們的下一個掌門人嗎 但我覺得 嗯 不是我要說啊 作者這個可能沒過多久會消掉 會消弱 你看我們黃金未來時鐘人都砍了 你覺得女巫這麼強不砍嗎 肯定砍吧 這個有夠誇張欸 這個只有我之前在很早期幾個月前 剛這個無盡模式還有黃金未來時鐘人 剛出沒多久的時候 才看得到的景象 我們讓女巫 讓那個火雞照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跳下一波 因為他們照完之後 下一波過來 剛好可以吃我們的飛劍傷害 這飛劍傷害有夠強啊 你看 哇 而且他還有持續燃燒 這個持續燃燒的 攻擊實在是太舒服了 你只要有丟到 他就可以在那邊延燒一段時間 就算我現在不丟你 你還是要被我燒死的 喔 這個強過頭啦 來了來了 這隻會飛的這個幽浮喔 幽浮一直都是我們麻煩的點 啊來了 減免傷害了 這兩隻會減免傷害啊 喔 這幾隻都會減免傷害 來了 出事了 我剛剛跳有點多喔 看我們的南瓜消不消的掉 消不掉就要出事了 好像消不掉欸 完了 完了 好像不應該跳波 不過 不過我說真的 喔不會吧 沒有好像 好像有點困難 好啦 後面都是全滿了血 這樣子好像有 有點困難 如果我今天有帶 我有帶 呃.呃..呃 presentation 我有帶 暫停的角色 好像可以 好 好像 融化 融化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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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扯喔 我放兩波過來 他可以把所有減免的 高 高 什麼 破億的血量的角色給消化掉耶 太強啦 各位 嗨 各位 這邊131波好像有點困難啦 哇哇哇 我們的女巫好像有點有點難了 有點難了 哇哇 這兩隻的血量 我們的血量越來越多啊 兩億 兩億多啊 沒辦法了 好像丟不太到了 欸欸欸 他剛剛有個大爆血 他還會回血啊 完了 各位 這個 喔不是回血 是有兩隻啊 總共打了130波啊 我們的女巫 喔 放著 打130波啊 如果我們今天有什麼緩速 欸 我們什麼 像那個 迷衣電視人 然後把人家定住的 或是我們今天還有那個 加強更高的 時間暫停的 時鐘單位啊 相信也不只131波啊 不過 因為我們放了25隻 所以傷害是偏高的 各位你們猜對了嗎 我沒有想到 我們的接班人 竟然是女巫啊 嗨 各位 那我們今天測試完了 我決定了 我一定要去買這隻女巫啊 這隻女巫實在是有夠強 太厲害了 那我們的椅子單位呢 其實這些課金單位也不弱啊 這也是保送100波啊 但是後面你要有多大的強度 其實有點困難 對 但是這個殭屍也是蠻厲害的 那195萬 幫他幫椅子扛了蠻多波的 來 各位你們猜對了嗎 那今天只要有達到 8888觀看啊 我們就送出5000個鑽石啊 一人1000個鑽石送出5000個啊 那如果有達到450個喜歡以上 我們就送出 允航攝影師 狂暴 音響 升級相機蜘蛛 綠光攝影師 以上4隻啊 只有達到450個喜歡以上才會送啊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點一下訂閱分享 我們下部影片見 如果想要看到我測試什麼 也記得跟我說 掰掰 準備要看 大家可以有健康hst 然後我們下部影片bble 你 看到邪